正正強風讓平衡感十足的衝浪客 站也站不穩 而且刮起的大量沙塵 讓他們得瞇著眼睛背對強風朝車子移動 模樣相當狼狽 宛如災難電影般的場景出現在荷蘭 荷蘭在5號遭遇繼2018年後 最強烈的夏季風暴 海邊出現數公尺高的大浪 能見度變得非常低 毫不留情的強風豪雨 也讓首都阿姆斯特丹 大量的航班跟鐵路班次被取消 巨大的樹木還因此被連根拔旗 倒在路上或運河中 被砸中的車輛 車頂嚴重凹陷變形 風雨戰告一段落後 荷蘭當局開始著手清理街道 移出被強風吹倒的巨木 讓我在工作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迷惑 荷蘭氣象單位指出 風暴即將向東移動 強度預期會漸漸減弱 民眾可以暫時搜一口氣 華視新聞楊維靖呂漢衛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